主料,鸡翅313克,辅料,油,盐,腐乳,生抽,鸡粉,生粉,胡椒粉,砂糖,麻油,生姜,蒜头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食材,腐乳,食材,鸡翅,食材,生姜和蒜头,将鸡翅洗净,切去鸡翅,一边的皮, 我家的饮食习惯,再切另外一边的皮,我家的饮食习惯,切对吧,将切好的鸡翅放入素料盒中,倒入适量的生抽,加入适量的食盐,加入适量的鸡粉,倒入适量的胡椒粉,加入适量的生粉,拌匀,腌制30分钟,放两块腐乳放在小缆中,加入适量的砂糖,倒入适量的麻油,加入四糖少精水, 拌匀成调料汁,将生姜洗进去皮,切丝,将蒜头去衣,剁成末,放入蒜末和姜丝,去二锅,倒入适量的苏米油爆香,放入腌制好的鸡翅,炒至八分熟,熬起放入碟子中,原锅倒入调料汁,猪豚,将鸡翅回锁,盖锅盖,热煮入味,煎到收汁,即可关火, 上碟就可美美享用了哦,嘻嘻,烹饪技巧,过多使用将被人体产生不良影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